好的各位朋友,我現在人在花坡公園 剛過 現在是4點37分,今天沒下雨 所以我就是時間到了 其實有在家裡忙一下 所以稍微晚了幾分鐘 晚了幾分鐘出來這樣 不過現在4點37分,人已經到了原商花坡這邊 算是一般正常的跑單時間 我出門的時間 今天我的打算就是 順其自然的跑 反正我今天是絕對跑不到30趟的 趟獎應該是拿不到 順其自然的跑 除非是太誇張的單 不然原則上我就是順其自然的都接 反正趟獎拿不到 就不用在那邊一定挑 我要挑禁單 這樣子 好的,我現在慢慢往老地方前進 好,各位朋友,我剛剛在老地方 其實應該是南京西那邊 等沒有五分鐘 就接到兩單 接到兩單 唉唷,又來了又來了 又一單 3.7公里啊 72塊錢 軍月排骨 送到萬華的哪裡 我看一下,萬華區好大耶 萬大陸青年路口 好猶豫啊 沒關係啦 我接了 三千多公里啦 我都給他接 今天就是沒有要沖這個趟室啦 所以就給他亂接 好啦 那我要去取山了 今天這個第三單 剛剛那兩單送同樣一個地方 還蠻順的 OK 好了,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萬大陸這邊 萬大陸某一條巷子裡面 那我現在呢 就是把我剛剛手上的那一單送掉 那我現在呢 要回去西門町 因為我講老實話 萬華這邊我是真的不熟 雖然說在這邊送 有這個地圖可以跑來跑去 帶來帶去 但是我對一個不熟悉的地方 我是興趣缺缺 這樣子 不太有想要在這邊 發展的念頭 這樣子 所以我決定就是 趕快回去西門町 現在我是要 先走到中華路上 然後從中華路二段 往一段的方向走 OK 目前 要是在這附近接到的單 我應該都會拒掉 除非就是這邊接的單 然後送到台北市區 那我才考慮 不然我是直接都放棄 這樣子 完全不想要在這邊待 我剛剛就是送過來 三點多公里 我忘記幾公里 我真的是慢慢的送 慢慢騎 然後中途我還一面吃東西 買了一個雙胞胎 慢慢吃慢慢騎過來 完全沒在趕 很順其自然的跑法 沒辦法 沒辦法 那就已經確定 就是這個燙槍跑不到 那麼就是 順其自然跑 這樣子 好啦 我要 專心騎 專心騎 應該講說 他在前面 前面左轉 今天來這邊吃小的米苔木 還有 豆芽菜 這個米苔木送的這個 附的這個湯青菜 好多啊 這會吃超飽 好 各位朋友 因為想說 反正呢 這個單也沒有進來 然後經過這個 阿喜蛋包麵 那就進去給他吃一下 今天不是吃蛋包麵 今天是蛋包這個米苔肉 一樣 我叫小碗 他的這個份量 一樣是非常的豐滿 哎呀 吃得很飽 那我現在是決定 要慢慢的騎回 這個台北車站的附近去等單 希望能夠等到一些肥單 好了 各位朋友 目前我人在這個公園路上 啊 剛剛那個騎到那個貴陽街 準備要轉公園路的時候 接到一張肥單 啊 他其實是夾單 就兩單 夾 兩單一百多塊錢 啊 總公里處是五公里 啊 啊 其實我這樣看了一下 因為是兩單嘛 那一單是2.5公里 我覺得也還好 那一百 一百多 一百零幾 我就把它接起來 咯 啊 各位朋友 我呢 剛來這個 合一斐車 接那個 拿那個豬排 結果 還沒準備好 還要十幾分鐘啊 哇 我的天啊 那我當然只好就是 七單 然後另外一單是這個 天好運 在旁邊 也還沒好 不過呢 我在等天好運的時候呢 又接到一單 結果這一單呢 要送的地方 跟天好運地方 是一樣的 哇 我本來想要去掉天好運了 這下氣不掉了 現在我只能等了 不知道等多久 哈哈 好啦 剛剛到天好運裡面去問了 他說要等了 大概15分鐘 哎呀 15分鐘啊 也只能等啊 不然我這個 這單氣掉了 然後我下一單喔 只有二十幾塊錢 哎呀 沒關係啦 今天就順順的送啊 也不要急了 實在沒有什麼好急啊 好 各位朋友 啊 現在人在這個 新生斐路 旁邊這個公園這邊 身上有一單 現在要送過去 這樣 啊 現在是八點 現在是八點 啊 今天的這個 節奏呢 亂七八糟 啊 今天節奏亂七八糟 這樣 啊 系統給單 啊 就是有一段時間是沒單的 後來其實是 算有點小無縫 但這個無縫呢 也不太好 為什麼 呵呵 因為我就 碰到要等單的 啊 就要等餐的狀況這樣 那 我本來是想要棄單 啊 有一單其實是棄的啦 那 後來那一單就是天好運的 我本來想棄 但後來我又接到 啊 一單 送到同樣一個地方 也就是說 啊 天好運跟 跟另外一單 啊 的這個客戶是同一個 那我天好運就只好等囉 沒想到這麼一等 後來的這個節奏 送餐節奏都很混亂這樣子 然後 現在也呈現 一個 這個 業績很差的狀態 呵呵呵 八點才會跑十趟 各位朋友 喔 我想 今天應該 就這樣子啦 隨便齁 隨便 反正 啊 說不定 這個系統 下禮拜 他就幫我降 降這個燙次啦 喔 可能這個 塞翁絲馬 醃漬飛斧啦 我也不知道 其實也不知道 下禮拜會怎麼樣 喔 要是 真的系統幫我降燙次的話 也OK啦 喔 這樣子 因為 就代表就是 我不用 不用追燙 講追得這麼辛苦 喔 喔 不過今天這個狀況真的有點糟糕 喔 真的有點糟糕 好啦 廢話不多說 我已經 過頭了 過頭了 好 剛剛 送 送到客戶手中之後呢 馬上又接到一單了 這個 林申北送這個 新安街 啊 因為 反正沒單嘛 2點多公里 2.8 加減街囉 啊 那這個 還不錯啦 60多塊錢 啊 現在往新安街前進 喔 各位朋友 我送餐送到這邊 意外看到一台這個 三輪的 這個應該 啊 這個是 這個叫什麼車 不太知道 不過他有一個這個棚 有一個這個遮雨棚 感覺還不錯 好了 各位朋友 剛剛我又接到了一單全聯的 那這個全聯的這個單呢 小小單 因為這個後來養成習慣啦 這個收到全聯單都會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結果剛打開發現只有四罐飲料 哇 這個四 四小罐飲料當然就給他接囉 然後靜靜的 那這單也50多塊錢啊 很近 但50多塊錢 嗯 這個八成四 被別人棄過一次吧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 那麼 目前是手上沒有單的狀況 我在遼寧街上面齁 剛從長春路轉到遼寧街這邊來 反正現在就是在這邊逛一逛 現在是8點36分了齁 那看看這邊會不會有什麼單這樣子 這邊轉一轉 其實今天呢 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 那 那 也在這個 就是在送的過程當中 也看到蠻多夥伴真的就在路邊等這樣 可能今天大家都不好吧 對啊 也不知道為什麼今天會是這個樣子齁 今天明明禮拜四了 感覺很像禮拜五 這個單掃的像禮拜五這樣 那 那有一位這個夥伴獎 可能是 大家這個 學費付一付啦 然後就沒有錢點Uber 但我看起來還好啦 因為 這邊排隊到 一些這門餐廳排隊的還是蠻多人的啦 所以 或許 或許就是 總是會有那麼奇怪的事情 會發生 就是 在同一天 突然間大家都不想點餐 哈哈 我猜的我隨便講 我隨便講 我只是突然看到這個月亮 然後想說 會不會是月亮的影響 好 現在我又繞回到這個龍江路上 沒關係啊 我就在那邊等一下吧 等個五分鐘 但是都沒有單的話 就差不多該回家了 好 好了各位朋友 啊 確定是斷單了 所以現在 啊 我還沒有按下線啊 但是 我就開始慢慢 往這個 40的這個方向騎 啊 要是 有接到什麼順路回家的單 哦 那就把它接 不過 之前的經驗啦 是 不太接得到 哦 好啦 不管啦 啊 反正 確定斷單了 今天就這樣子啦 今天就跑了12單而已 哎呀 第一次禮拜是這麼糟糕 不過我懷疑啦 可能跟我前一陣子 都沒有出來跑有關 因為系統可能就把我歸零了 哦 這樣子 哎 這個人 有一陣子沒有出來跑 哦 哦 那麼我就把他這個 紀錄先把它洗掉 哦 讓他重新累積這樣 那 痠痠就有點像是 哦 那個冒險者 哦 就是 之前呢 年輕的時候非常的猛 哦 這個這個狂打怪 狂接單 哦 然後呢 把他等級升很高之後 突然間呢 就跑去休息啦 哦 這樣子 跑出去玩啦 有好一陣子呢 都沒有他的這個這個蹤影 工會要找也找不到這個人 之後 有一天他突然回來啦 決定要在這個 打怪練功賺錢 因為這個錢花了差不多了 但這個時候 工會已經又養了一些 新的冒險者了 哦 所以這個時候呢 這個冒險者呢 就會歸零 就變成像新手一樣 沒什麼工作 大概是這種FU啦 我是這樣覺得啦 正常正常 就是平常心 平常心這樣 好 那就回士林啦 什麼 所以 就是 你 看呢 這就是